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 在印尼要开摘节的时候 长辈们有向晚辈发红包的习俗 为了配合民众今年过节的纸币需求 印尼央行准备了152.14万亿的零钱新钞 从今年4月中旬进入摘月 印尼央行就表示 已准备152.14万亿印尼顿的资金 以预测民众在摘月期间的纸币需求 但由于担心假期期间的疫情反弹 那政府又推出了返乡禁令 那这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纸币的需求呢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5月6日上午9时 印尼央行内已经排起了长队 这些市民都是为开摘节期间 所需的心灵前纸币而来 疫情期间的各种禁令 似乎没有削弱人们过节的热情 印尼央行资金管理部负责人 Marie Sondhalen说道 截止5月5日 在摘月和开摘节期间 为民众准备的152.14万亿 印尼顿的心灵前纸币 已被民众换取了66% 也就是约100万亿印尼顿 今年因为经济开始慢慢复苏 市民在开摘节期间 对心灵前纸币的需求还是很高 以未来一名央行换取新纸币的市民, Diana表示,虽然仍在疫情期间, 但是开斋节的传统还是要实行, 特别是给家里的孩子们发红包这一环节更是不能少, 虽然不能回乡,但是希望能通过换取新纸币的方式。 为了防止发生人群聚集现象, 从而更好的防疫,目前央行管理方表示, 暂时只接受换取从公司、机构需要大批量纸币的客户, 以个人名义换纸币的市民,可以从全国各地的银行内换取。 除了可换取新纸币, 央行还对市民们开放了换取印尼独立75周年的特别纸币活动。 Marleysen表示, 今年开斋节期间, 十分推崇市民换取这个特别的纸币, 作为红包或奖金等分发给亲朋好友, 让市民们能过一个特别的开斋节。 美读新闻记者, 廖碧玲、 严真凌采访报道。